最近走在街上在办公室里耳边总能挑来几句小苹果 确实是够欢乐的 那是 就在27号由西安市征兵办制作的征兵版的小苹果登陆国防部的网站 两天时间内就点击率超过了200万 看了视频以后很多网友表示很想参军 遗憾的是自己视力不够或者是超龄不能参军 但同时也有人质疑视频会不会不够严肃呢 西安市征兵办就给出了回应说 视频的受众是大学生高中毕业生等等 这样的年轻人群体 他们也希望能够把年轻人的目光线到军营里来 而且不是所有主旋律的东西 它就一定是高昂的激愤的 它同样可以是轻松的形式 说点没错 我们应该对这种创新的形式 给予包容和宽松的态度 一个严肃一个娱乐 这样的反差很精彩 而同样的反差也出现在吉林省的武警战士当中 这武警战士给人的印象一般是刚毅果敢的 可是当他们穿着军装盔甲 头戴钢盔在做训试训练场 吹试班和打靶场 跳起小苹果的时候 大家都被逗乐了 实在是有点像变形金刚跳草裙舞 不过巨大的反差也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战士们的青春和活泼 也根本身 我们的这个项目 哇 我们的肌肉